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的色經的討論會,希望幫助大家能夠從聖經找到我們侍奉的方向,作基督徒的方向 好,我們今次是繼續講到聖靈充滿對於各樣侍奉的幫助,而今次是講到全福音的,全福音在經歷聖靈的幫助 還有神賜給我一個全福音的方法,就是經歷聖靈報道法,就是幫人經歷聖靈,然後讓他知道他所經歷的神的作為 那他想不想耶穌祝福他呢?然後就邀請他們,你想不想耶穌祝福,還有你想不想耶穌祝福你以後的生命你可以得著永生 那就帶他去信主的祈禱,那這個呢就是我很多時候都用的報道的方式來的 那是有聖經的根據的,在聖經裡面的教導呢,全福音不只是用說話的 其實現在很多全福音的方法,主要是用說話的方法,說話言語,經文,這些我們都用的 不過聖經是有說到,用神職歧視的能力,神的能力是賜給我們可以用來傳福音的 那我在這裡就打了三處的經文,第一就是羅馬書15章18節 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只提他值我言語作為 用神職歧視的能力,並聖靈的能力,使愛幫人信服 那這個經文講到,除了基督值我做的那些事,我什麼都不敢提 只是提他值我言語作為,這裡講到兩樣東西,一個是言語作為 然後他就解釋作為了,用神職歧視的能力,和聖靈的能力,使愛幫人信服 那這裡是講得很清楚的,就是說他傳福音的時候不只是用言語的 包括什麼呢?就是神職歧視的能力,和聖靈的能力 叫外幫人信服,叫外幫人信主 那所以這裡給我們看得到,保內傳福音不只是用言語的 也都是有神職歧視的能力,和聖靈的能力 那在馬可十六章二十節那裡講到,講到呢 神用神職隨著,證實所存的道 神職的目的是證實神的話語,神職不是目的 神職是神用的方法去讓人知道神是活著的 那另外呢,就在哥林多前書第二章二節那裡 就有講到,因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們中間 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有些人看到這個經節就說,啊,保羅僧是說十字架 但我們再看下去 我在你們那裡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經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軟的言語 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保羅呢,他有講到呢,在他們中間不知道別的 只知道耶穌基督跟他釘十字架 就是說,有很多人就說,只是講十字架 但是呢,在這個經文我們看到,保羅講十字架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講十字架,只是言語呢? 那夏文就很清楚講到了 他說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員的言語 那這個意思呢,因為不是用希臘人 他們當時那些智慧的說話 而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有聖靈和能力的明證 而聖經是,很多地方都講到聖靈的能力 就是包括超自然的能力 就是醫病的恩師,說語言,說方言,翻方言,辨別諸靈 這些比較超自然的能力 所以這裡講到,用聖靈的大能 包括這些神職歧視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是有神的大能在中間進行的 好了,接著呢,希伯來書二章三節 希伯來書很清楚不是保羅寫的 因為在第三節很清楚講 我們若忽略者摩大的救恩,怎能徒罪呢? 這救恩起先是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職歧視和百官的異能 並聖靈的恩師,同他們作辯證 這裡講到,這個救恩是起先主親自講的 後來是聽見的人,聽見主耶穌所講的說話給我們證實了 保羅很清楚講,他說我得的啟示不是從人而來的 所以保羅很清楚講,他的教導是從神而來的 但是這裡很清楚講,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所以這個不是保羅來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並不是保羅 是一個下一代的基督徒,下一代的基督徒 即是不是跟耶穌同時間的基督徒 而是那些在耶穌那裡信了的人 然後後來傳給他們的 好了,這裡講到他們都是用神職歧視 百般的異能並聖靈的恩賜和他們作辯證 都是用神職歧視和各樣的異能 和聖靈的恩賜和他們作辯證 所以其實這三處經文都是很清楚講到 就是不只是用說話的 那是有神職歧視的能力去傳呼音 而另外我在這裡沒有寫出來的經文 我已經用了多次的就是 馬康福音十六章那裡講到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明趕鬼 說身謊言和手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都是講到耶穌叫我們傳呼音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呼音給萬民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然後就講到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所以神的心意就是傳呼音傳到普天下的時候 是有奉耶穌的名趕鬼 手岸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就是這些神職歧視 隨著傳呼音的人的 所以由這些經文我們看得到 聖經的模式 不只是用神的話語的 我們一定要用神的話語 那也都我覺得可惜的 就是有些人經歷聖經之後 就少用神的話語 也都少去識經 那這件事我是覺得很不對的 我們一樣是我們的信仰基礎是聖經 而聖經是很清楚講到聖靈的能力的 就是我們兩樣一起運作 在神的話語和聖靈的能力和神職歧視一起運作 來傳呼音建立人的靈命 那我自己是曾經多次用這個方法 去向人傳呼音 那些人就會看到耶穌真的這麼真實 並且耶穌是可經歷的 那我稍後會解釋這個經歷聖靈報道法 那我曾經有些人跟我說 有一個人他一直都不肯相信耶穌 那我就跟他說你帶他來 那我就跟他聊天 他來到我不是只是祈禱的 我跟他聊天 關於講到神多美好 神的真實 神的證據 神是可以經歷的 然後我說你想不想我為你祈禱 真是神是可以經歷的 那他願意 那接著我就為他按手祈禱 那我就問他 在祈禱的時候你有沒有經歷任何的經歷 他就說有 覺得平安興省之類的經歷 那我說這個就是神臨在你身上 因為聖經說了 神將平安賜給我們 神是真實的祝福 他會叫勞苦丹重丹的人 得到安息是神很真實的工作 那你看到神這麼真實的工作 你想不想信耶穌呢 那那個人是願意信耶穌的 就是有多次我跟人祈禱的時候 他們都經歷到神的能力 然後他們就信耶穌 所以希望大家都看到 原來傳呼音不只是用神的話語 也都是用聖靈的能力 是我們可以多親近神 就帶著聖靈的能力去為人傳呼音 而很可惜就是 有很多教會因為抗拒聖靈的工作 就是信耶穌 那這個是事實來的 因為神的話語都有能力 不過說到興起人的靈命就比較難些了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他們都不能夠侍奉 那神是想我們個個都去侍奉的 個個都能夠去祝福別人 而在傳統的教會 他們單是用神的話語為主 他們很多時候是會 就是 是那些比較有恩賜教導啊 傳呼音那些 就會能夠長時間的事項 但是如果那些很多信徒 他們是沒有這個能力 譬如講解聖經啊 他們的能力沒有那麼強 那就變成了他們就不能夠參與侍奉 但是在聖靈的圈子 有很多人經歷聖靈之後 他們就為人按手祈禱 那些人都經歷聖靈 或者就是和一幫人一起 一起讚美 敬拜讚美 有時候邀請一些新的人來 他們都可以經歷到聖靈的能力 所以在聖靈的圈子 侍奉人員是多很多的 和我以前在傳統教會是有很大的分別 以前在傳統教會的時候 是很難興起人侍奉神 和很難興起人願意進入全職的侍奉的 但是現在來說呢 在很多聖靈的教會 很多群體呢 是很多人願意進入侍奉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在我初經歷聖靈的那個教會 是一個小的教會 但是在那裏呢 我們帶了十個人呢 是成為傳道人 宣教士 牧師 是 就是我 以前侍奉是沒有的 以前侍奉是沒有帶到人願意成為牧師的 但是 但是現在來說呢 就是 時事都會發生 並且有些人說 我想侍奉 那我就會訓練他們 怎樣 有神的話語 還有有聖靈的能力去侍奉的 那這個是 是 跟以前很大分別 就是說 輕起人 侍奉神 還有呢 幫助那些人 在交障的時候呢 是 神喜悅的 不是 聖手見主的 是 這種的能力是 強很多 還有 輕起人的靈命 幫助他們建立和神的關係 愛主啊 這方面呢 是強很多的 那這個是 真的我覺得是很大的禮物 因為 其實一個愛主 還有肯侍奉神的人呢 他的果效有時候比 一百個 或者一千個 一萬個 只是信耶穌 但是沒有行動的 基督徒更加強烈的 因為他一個人呢 他可以影響很多人 所以我希望 大家都明白 原來呢 我們傳福音 或者建立靈命 不要只是 用神的話語 而是有聖靈的能力一起 有神的話語 和聖靈的能力一起 好 在這個時候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 以上那三個經文 就是關於 傳福音 不只是用 言語 但是呢 有聖靈 和大能的名證 神跡歧視的能力 聖靈的能力 傳人福音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或者回應呢 我有一個朋友呢 說 就是他都見到 神在他身上 神跡歧視 但是 都不肯相信 哦 那 跟著怎樣呢 OK 人呢 很多 人 很多款的反應都有 就是他不肯相信 我們用百般的智慧 讓他看到 第一 真是有神 真是他很愛我們 真是祝福我們 還有呢 他能夠提升我們整個生命 我們整個生命都可以給神祝福 去使用 但是我們又活得開心 神又凡事祝福我們 我們 對於前路 很多東西我們都不能夠把握的 但是呢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是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那所以呢 信耶穌的人不單止是可以去天堂 那另外呢 也都是可以得到神的帶領 發揮我們的生命 是很 可以 生命是活得很燦爛 很開心 很平安的 那這個 也都神會帶領我們的路 譬如說 我們的工作 事業 婚姻啊 前途啊 健康啊 這些各樣的東西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神是可以 祝福我們 凡事祝福我們的 所以呢 當我們走神的路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我前面的路可以怎麼走 我們知道 有一位創造天地的真神可以幫助我們 而最後也都可以 給祂知道 神是 除了前愛 祂是聖結公義的 祂是 有罪的 祂不能當為無罪 而犯罪一定有罪的後果 在這個社會都會有犯罪的後果 而神是絕對聖結的 所以 當人有罪的時候 祂不能夠讓人去到神那裡 而當人不能夠去到神那裡的時候 祂就 所有神的恩典都沒有了 其實現在我們不斷都在享受神的恩典 我們的空氣 有的空氣啊 這個自然界的舒服平安 這些都是神創造的好的東西 而當神分離 就是當人和神分離的時候 在罪中沒有罪的社會 去到地獄那裡是完全沒有了這些所有好的東西 是完全是痛苦 是永遠 因為他們 因為人所犯的罪要接受懲罰 就永遠在流氓的火湖 是很慘很慘的 我們看到神是很愛我們 他不是想 其實這個地獄不是為人預備 是為魔鬼預備 因為魔鬼是明知故犯 故意要敵黨神 所以神就懲罰魔鬼 那人決意 譬如人是不想接受這個神的禮物 他自己要承擔他罪的時候 去到地獄是很慘的 這個地獄不是為他們而設的 是為魔鬼而設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用的方法去提醒他們 那有沒有回答你呢 就是說各樣的智慧 那也都可以用茶經 就是用茶經或者敬拜 這些方式一起去幫他 就是說他願意一起去敬拜讚美 因為神的同在更加強在敬拜讚美 那神的同在會改變他們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呢? 嗯,謝謝牧師 但是如果那個是 就是說不同的個案 如果那個是老人家呢? 老人家那怎麼辦? 有什麼分別? 就是你剛才說 就是信耶穌有祝福 譬如婚姻、事業、各樣 但是如果那個是老人家 就是他可能從來沒有聽過耶穌 那應該怎麼傳 會好一點呢? 是 老人家都是一樣 因為老人家 其實他們也有不開心 因為聖靈的能力 真的凡事都能幫到別人 他們的孤單 不開心 還有有時候擔心疾病 擔心 就是他們對於死亡更加近一點 我們可以告訴他們 神真的可以叫你更加健康 那我試過為一些老人家祈禱 有一個是四樣疾病 就是有心臟病、糖尿病、神衰竭和中風 那醫生就說 因為他太嚴重了 所以不要洗神了 因為洗神就會延續他的生命 但是他會很辛苦 結果他是不和他洗神 醫生就說到後期 他的尿毒就會很高 就會很辛苦 他的女兒在當時參加我的教會 我就去為他祈禱 去經歷聖靈 但是他也不肯相信 不過過了半年之後 忽然神就感動他 他就說 為何今天葉牧師沒有來 很奇怪 過了半年我都沒有去 那他為何會忽然找我 我來到後 我又跟他祈禱 我就問他有沒有什麼經歷 他說有,很平安、很舒服 我說 觀音有沒有這樣幫你 他說沒有 佛有沒有幫你 每天都沒有 那麼你信真的 信假的 那個神 他說我信真的那個 那麼他真的肯信主 洗禮 並且願意拆偶像 並且後來還看到異象 因為他應該是 他在晚上的時候 他忽然間打開眼 又看著天花板 一邊看一邊笑 他的女兒覺得他當然是看到異象 或者看到耶穌 或者看到天堂天使 那麼他就很開心 那麼他還 自從我為他祈禱 他還勸他的子孫 都信耶穌 那麼這個 就是一個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他雖然是有四樣病 但是呢 神令到他是平安舒服的 他們都問醫生 為什麼你說 從頭要打麻啡針 現在不用 醫生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他沒有什麼痛苦呢 那麼這些都是神可以減輕人的痛苦的 神可以幫助他陪伴他 讓他不覺得孤單 在神的家中 也都有神的兒女一起 基督徒一起 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也都是 我們人都會有一天 我們會離開世界去哪裡呢 你會不會關心呢 有時候我們可以跟他說 你會不會關心呢 譬如我們現在世上幾十年 我們都會關心我們住在哪裡 那麼我們會不會關心 我們將來去哪裡呢 那麼 來到去鼓勵他們思想永恆的問題 哦 OK 好 麻煩葉牧師 回答到你 其實有各樣的智慧 各樣的方法都可以幫助他的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葉牧師 其實呢 有時候人患病呢 那時候是最無助啦 那麼他說 神醫好我就相信啦 有人開了麥克風但沒有說話 聽不聽到啊 喂喂喂 聽不聽到啊 如果沒有問題呢 我們就 今天到這裡先 然後呢 我們明天再繼續 葉牧師有個 是呀他在說話的 葉牧師可能你聽不到啊 各位聽不聽到啊 聽到啊 我聽得很清楚 你聽到啊 對不起 我先 我忘記了開鈕 OK 好 你現在再講一下 我聽不到 當人患病的時候呢 他是最無助的 是 跟他傳福音的時候呢 他通常都會這樣說 你醫好啊 我就相信啦 但是其實呢 後來呢 即期研討之後呢 都是沒有好的 那他見到啊 不好 那就是說 我不相信啦 那他就經歷不了 那又 又很無助 又怎樣呢 OK 我們呢 可以跟他說的 神可以醫治 有時候有些人會經歷醫治 那有些人呢 是會經歷舒服啊 平安舒服 那這件事是 我發覺的比例是很高的 即真是可以經歷到 神臨在的平安舒服 那這件事是我們每一個都可以多親近神 多讚美神呢 就會帶來這個聖靈的能力呢 是可以為人祈禱的時候呢 他們容易經歷到平安舒服輕鬆 即是我曾經跟人祈禱 試過很多種的 試過醫治啦 也都試過很多舒服啊 那就 譬如有一個吸毒的 他說 哇 你跟我祈禱 更舒服過吸毒 即是我們不是幫他吸毒 不過聖靈是臨在那種舒服 是比他強烈吸毒的時候的 那 即是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 那就算他沒有醫治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的 神可以醫治 神可以令到你身體舒服平安 你祈禱的時候有沒有覺得舒服平安呢 那也都有其他的人的 神的工作的 那有一個人呢 他 請我去為他老爺祈禱 我醫院那裡和他祈禱 他老爺呢 經常都說見到火啊 在之前啊 即是他很害怕很害怕 他說哇 見到很多火在那裡 那我和他祈禱之後呢 就沒有了 那而這個人呢 是一個 嗯 我不記得是道教 因為是佛教的領袖 即是他是 他是 他是很多錢 他就建立一個 那些 那些 就是他們那些廟啊 那些這樣的地方的 是 就是用了很多錢去幫助那個宗教的 但是當他這樣經歷之後 他居然信了耶穌 就受了洗 那是很大的改變 那就是神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譬如我有一次去 這個是一次過的 有一個人呢 他家裡的兩盞神燈 當我一按門鐘的時候 一聲馬上燒了兩盞 那麼就這麼多年都沒事的 但是忽然間我去到那天呢 就忽然間燒了 那這些都是神可以做的工作 當我們越親近神的時候 OK 有沒有回答你呢 不是啊 有時呢 他們是認住耶穌 不行的 他們 即有時 即他想的病好 但是他認住你那個神不行 那你在那裡騎呢 他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感動 他平安舒服 即他認住是不行的 你一個這樣 那你猛奇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那所以我們首先跟他談一下 聖經有很多證據的 即不要一講就先祈禱 是全世界唯一的經典 是有證據的 是聖經 那我有另外的影片 其實我已經放了在Facebook 不過我就 YouTube還沒放 因為我們那個地點 是有改變 即是我們那個聚會的地點 有改變 所以我就不放上YouTube 我遲些肯定地點 我才放上去 那大家可以去Facebook 業目 或者是復興宣教事公 可以見到的 那就講到不同的證據 那有時候有些老人家都好 我們很簡單地跟他們說 就是說 聖經很多的預言 以前都未曾有Dance-up 節節節 但是聖經已經知道了 真是 一早已經說定 耶穌會Dance-up 節節節 另外就是聖經的科學性 聖經一早知道地球 是懸掛在虛空 這些都是 即使長者都可以明白的 但是全世界經典 佛經 講到這個地 是有四個地方的 那四個地方 就是藍色天 就是藍色海 就是人住的 另外幾多地方 就不是 即是那些人 投胎 才做好人 他才去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 種東西 就會生一些 傢俬出來的 生一些各樣的食物 衣服 什麼都有的 但是這些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這個地方 根本是沒有這個地方 全世界是沒有這個地方的 佛經有很多地方 是違反真實的情況 譬如他講到那些人不聽話 不過這個當然 可能比較深一點 有些人就不聽話 於是這個世界的人 越來越矮 一百年矮一尺 矮到只有一尺高 然後他們就悔改 就跟從佛的道理 接著就一百年高一尺 高到 比世界最大的藍瓶更加高 在地面上根本那麼高 那些骨頭根本支持不到 也都是沒有發生的 即是這些都是佛經 他那種不可靠 但唯有聖經是全面性的 真實的經歷 那也都有很多人的經歷 有其他的經歷 我們可以跟人講的 就是靈界的經歷 即是有些人死了救回來 他會說我看到你們在做什麼 我講得回你們做什麼 說什麼說話 那就是說人死了不是完 他們心臟是停了 但他們會看到周圍發生的事 然後有些人就去天堂去地獄 那些去天堂的 講到神那種開心 在神裡面的開心 去地獄那些講到的痛苦 那你會不會關心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各樣的方法 去讓他知道神的真實性 那並且告訴他 是你自己的責任 就是讓他覺得好像 不是我現在去傳導 我要擴展我的傳導工作 是你需要關心 你將來去哪裡 你會不會關心呢 的確有些人是不關心的 你說什麼他都不關心的 那因為聖經講到 這個進入這個闊的門 人是多的 進入這個滅亡的門 人是多的 那真是信耶穌的人是少的 那我們努力去做 我們用盡方法 他都不肯信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揹著責任 我們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 OK 有沒有回答到你 就是不要第一 就是跟他祈禱 有些人他很想 他已經很辛苦了 你辛苦不辛苦啊 辛苦 那你想不想舒服 平安一點呢 那另外一點就是這樣的 就是當一個人臨死的時候 他總是會有身體的毛病 祈禱醫治疾病 不擔保 那些人就會痊癒了 不是痊癒了 就一直衰敗 又來死了 又祈禱又痊癒了 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在這個醫治上 不是一定是延長人的壽命 醫治就是說 是榮耀神 以及幫助人 能夠發揮他的生命 不會因為疾病而難了 他發揮生命 但是到一個人臨終的時候 他的疾病已經是他的身體衰敗的時候 神未必選擇醫治的 因為他的時日已經到了 那 我自己是覺得很可惜 就是傳統教會對於聖年充滿的不認識 我們都希望我們有好的見證 影響周圍的人 包括影響其他基督徒 幫助他們看得到聖年充滿的幫助 首先我們自己多在神的同在之中 也都是操練 找幾個朋友去操練 還有我們的事奉操練課程 是會有操練有訓練的 我想說就是這兩個月 九月十月 我們是會荔枝角一個教會的 我們都會在這個群組傳出資料出來 大家可以來參加 我們就會有訓練大家去 怎樣為人祈禱 怎樣經歷聖靈 怎樣為人祈禱 怎樣留意到聖靈的臨在 很多時候 有些初來的人都會說 我現在為你祈禱了 你放鬆的人 你一直愛著耶穌 感激耶穌 我問他們有沒有任何的經歷 或者感受 他們都 很多人都會說到 覺得平安、輕省 內中有些人是說沒有的 不過是 這樣的時候我就告訴你 不要緊的 你沒有經歷 不要緊的 你繼續祈禱 就算你沒有感覺到經歷 你可能有經歷 你只要多親近神 神一定繼續祝福你的 親近神的時候就沒有想著操練 不過我為什麼用操練這個字呢 就是說 我們去練習 怎樣更加投入 祈禱 經歷聖靈 也都練習去為人祈禱 幫人經歷聖靈 好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多謝你 讚美你 因為你是慈愛的 你是大能的 滿有能力的 聖經答應 聖靈的能力降臨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必得著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一路 充滿慈愛 充滿恩典的 我們可以信靠你 我們可以親近你 都每天可以經歷神的同在 經歷神的興省平安 神的搖動我們的身體 神叫我們心靈歡喜快樂 生命更新改變 神你是跟我們一起的 主耶穌求你幫助我們 和你有建立深的關係 深深的愛你 深深的感激你 主耶穌你真好啊 耶穌你真好啊 哈利路亞 我全心感謝讚美你 我全心感激你 歡喜你 愛你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主耶穌我知道 主耶穌我知道 你深深愛我 我的心愛沒有你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 我是你 背面上報仇 也是我你 眼中地同仁 我的心 欠給你 完全屬於你 天身 你的心心愛我。 我的心愛無你,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 背面上報仇, 也是你眼中的動人。 我的心欠給你, 完全屬於你。 我是你, 背面上報仇, 也是你眼中的動人。 我的心欠給你, 完全屬於你。 Hallelujah,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你全年的愛我們。 你時時看重我們, 關心我們, 建立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是可以變得寶貴。 求主幫助我們全心愛你, 全心感激你, 活在你的同在之中。 求你的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充滿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帶著能力祝福別人。 求聖靈的能力降臨在我們身上, 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多謝天父的大能。 主啊, 你真好啊, 你時時關心我們。 你的能力可以淋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有能力。 甚至在電話中為人祈禱, 人都可以經歷聖靈的。 亦都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你都可以帶他們去敬拜神, 神都可以工作的。 多謝主啊, 多謝耶穌, 感謝天父。 神你是大能的, 你很想使用我們, 叫我們能夠奉你的名, 趕鬼。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信的人必有神職隨著我們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有神萬事足, 求聖靈的能力降臨在我們身上, 充滿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的心渴慕你, 渴慕耶穌自己。 不是只是渴慕恩慈, 那是渴慕耶穌自己。 渴慕神, 歡喜神, 感激神。 喊靠靠靈, 聖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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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靈靈, 改变我 恨靠四年 重溫我心 恨靠四年 释放我 恨靠四年 用花我心 恨靠四年 改变我 主啊,恨靠圣灵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帮我们注目在你身上 欢喜你,感激你,爱你 赞美你,欢喜你 帮助我们 全个生命献上给你使用 求主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更新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天父 多谢天父的大恩大爱 我们愿意全心去爱你 跟从你 感谢主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 圣名阿门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在心灵 发出对神的感激和爱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多谢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